繼續一台自六卡鄉的消息 今天館長翁張陽來到六卡鄉 醫療餐的帶阿伯家來 實在來了解衛生所醫療團隊 如何推動醫師翁進 檢照面向翁煩便宜的交通不變 其範圍的家庭醫師 可以對當教的時段 帶來警察地區的照顧 館長看到九十幾歲的阿伯 說不用為了拿油 還去麻煩餐廳從我們去便宜 各館有這種貨物很好 醫生和學生會到處來 各館長翁張陽來到六卡鄉 醫療餐的帶阿伯家來 實在了解衛生所醫療團隊 如何推動醫師組織 檢照面向翁煩便 他們的交通不變 希望便宜的家庭醫師和藥師 可以對當教的長輩 帶來警察地區的醫療照顧 那也有的人吃老了 我說實在大部分的老人 身上都還有是有局病 那吃藥對他們來說 我們年輕人覺得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有的不容易 那又不曉得 到底要怎麼樣準時或是忘了吃藥 所以吃藥這件事變得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家庭醫師 在我們的衛生所 那如果說家裡面有長者 有這個需求 那不管是在大醫 這個身體 稍微做一些這個狀況上的一個 簡單的診療 那或者是整個的用藥 那我想的指導 這對老人家都是非常的關鍵 而且是需要的 那所以現在我們的嘉義縣 我們的衛生局 那針對這個東西提供相關的服務 那有需要服務的所有的鄉親 那就打1966長照專線 那過程不會太複雜 也不會太繁瘦 那你如果覺得有這個需要 你可以靠這個頂尾 說我就有需要 一些身體 一些醫生可以幫我看老看買一下 包括養育 一些基德 因為比較不會吃 我想這都非常需要 所以今天很高興 我們希望嘉義縣這樣的一個偏鄉 包括老人的狀態都不一樣 確實有需要的人 政府提供這個資源 記得打1966專線 我們就可以服務到家 衛生局家庭醫師來問到 當教醫療都在這裡服務 目前有家議員 736均定有醫療醫所 76位醫師 139位護理師 為當教基加斯林個案的健康罷關 已經服務5443人 衛生局總結束努力 讓老人更健康更健康更健康 民眾如果有當教的相關問題 可以出境接觸各鄉定期衛星塑 也就是腳1966等腳專殺出孫 聲音新聞 創民黨六卡鄉 蔡鳳報道 讚!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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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